学过这本HSK5的课本的同学 你们还记得宅峰航海的故事吗 在我们的课文里面 宅峰和他的妻子卖了车卖了房 然后买了一艘船开始全家去航海 你们知道吗 这个故事是真的 宅峰是中国第一个航海家庭 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积蓄 他们现在把船换成了飞机 然后带着一群人去世界各地 去看不同的世界 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生活 所以今年我也开始了 我也是一边工作 一边在网上上课 然后一边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那同时我也想把我的旅行的故事 经历见到的人听见的事 做成视频或者写下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现在这个号 Marco Polo Mandarin 主要是讲中文的发音和HSK的语法的 那我现在已经有五六百个视频了 那为了让你们更容易找到这些视频 我就不在这里打搅你们了 我最近开始了一个新号 Marco Polo Mandarin Chinese 去讲我的旅行故事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还有我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对我的旅行 还有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号 这个号码